哈喽 又来到我们的饭店介绍啦 昨天的是兆丰农场的饭店 今天的是高野大饭店 这边是台东游温泉饭店 我们先来开始介绍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口 可以看 然后这个有一个牌子 这个请插卡插下去 全部的灯就会开 然后把它拔起来 全部的灯就暗 然后我们过来这边 可以看到有一个复古式的衣橱 上面这个空间还蛮大的 这种的还蛮特别的衣架 然后里面的空间其实蛮大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玄关 它的玄关是很大的 没错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边就是蛮空旷的 那我们进入浴室 我们就是穿着一双鞋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止滑垫 有没有止滑垫 我现在踩在止滑垫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这有一个吹风机 然后那个肥皂被我打开了 它有用一个盘子让肥皂放 这样子 然后水龙头 它牙刷棉花棒也有帮我们附好了 这两关看起来蛮高级的 对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马桶 那转过身来 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卫生纸 没错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对就是拉开 我后退一点 让你们看到全景 对我们就是可以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然后你在里面不要被看到 然后洗完澡之后 因为我把这个垫子铺出来 不然它原本是挂在这边 然后我把它铺出来 就是洗完澡之后 然后就赶快踩这边直滑不会滑 然后就进去大浴缸里面泡澡 这边有很天心可以帮你们用的 对就是毛巾 然后在这个上面 这边还有一个挂钩 对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地方 脱一下鞋子 那进来呢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茶壶 然后热水器 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 应该是放冰 对 应该是冰箱 谁从冰箱拿出来 对啊 这个可以泡茶 对没错 那这里还蛮好的 电视机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柜子 对啊 这个三个柜子都蛮空旷的 应该是都没有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柜子式的 这边有一个玻璃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冰箱 里面我们有冰东西的 那这个冰箱其实是比昨天的好 因为它有附一个这个小的冰块的那个 好那我们看到这边有桌子 然后大镜子 一个台灯 然后椅子被我们搬走了 对还有浮垃圾桶 那这边就是一张椅子 然后原本 这一个桌子 这张椅子是在这边的 没错 我们把它搬来这边 然后这个椅子是在这边的 没错 那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住的是15楼的饭店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在15楼 我们的房号是1531 这边有冷气 窗帘蛮漂亮的 然后空气挂在这边 那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三人床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四个人 就是一个人睡这边 三个人睡这边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个电话 然后这一个台灯 是从这边开的 对 然后这一束头发就没有了 诶 这个抽屉不能开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这边就是两只床 嗯 嗯 对不起 那我们这边有三层架 对 可是它没有帮你放 就是没有放行李箱的 它可以让你的东西全部放在这边 这个设备很好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可以让你东西放这边 也不会乱掉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房间 其实算是蛮大的 还不错 我觉得 不过就是 房间暗了点 好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个饭店见 拜拜咯 拜拜咯